好,請問一下政委 為什麼會有口罩實名制的做法 可以簡略的分享一下整個系統的流程嗎? 沒問題 從1月初開始 我們就發現說口罩會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疫苗沒有那麼快 研發出來 那口罩等於是物理的疫苗 所以呢 當時政府就把庫存的口罩在四大超商 去讓大家都可以買 一個人可以買三片 但是呢 因為超商之間沒有辦法互相集合 同一個人有沒有來買過好幾片 所以呢2點鐘開始撲火 3點就有人騎摩托車 每一家都買完了 到早上6點 大家都買不到口罩 所以呢 就會產生一些民怨了 那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就有一個叫做吳展偉的朋友 他是一個台南人 他就寫了一個地圖 讓大家可以看到哪些超商還買得到 哪些超商買不到 是靠大家自發性的去回報 但是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這樣子的做法呢 其實不如我們就採用實名制 因為在台灣每個人都有一個健保卡 它的覆蓋率已經96.99多趴 所以說呢 我們當時就決定說 要把超商換成藥局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藥局可以刷健保卡 你就知道說 你的這家藥局已經買過了 你就不可能 下一次就去下一家藥局 在同一天去購買 但是呢 我們覺得超商的這個地圖的概念 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就協調了所有的辛苦的藥師 願意每30秒那個時候 就把他們的庫存釋出 這樣子就不需要去沒有這個 庫存的藥局去買 你就可以去有庫存的藥局 雖然它比較遠一點 但是你還是可以買得到 那當然呢 在這個系統就是從2月運作了大概一個多月之後 我們就發現有些人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辦法去買藥局呢 因為他的上班時間 比藥局的上班時間要來的長 到他下班的時候 藥局都已經打癢了 所以這些朋友們就一直都買不到口罩 所以我們後來又回去跟超商合作 但是這一次呢 就也是實名制 你要刷健保卡在線上去買 買完之後呢 過了一個禮拜再去超商拿 所以這樣子也不會有排隊的問題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發現超商的機器 也可以刷健保卡 所以呢 所謂的3.0就是 你在拿到你預購的口罩的時候 你就直接在那邊插健保卡在超商 這樣子的話 你再過兩個禮拜 你再回來拿 那這件事情跟藥局 所謂1.0跟網路預購 也就是2.0 加上我們在超商現場預購3.0 構成我們目前口罩實名制 那口罩地圖跟口罩供需之間的關係 要怎麼樣去把控呢 對 我們的口罩地圖其實是一個創舉 就是說 傳統上面 我們如果是以公開資訊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把每天他的每個藥局的收支 在口罩上面的收支公開 其實就已經滿足政府資訊公開法的要求 一般的政府都是這樣的 但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們每30秒公開 所以說各種民間的朋友們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有點像期貨分析一樣 去告訴我們說 哪邊的供給太多 哪邊的供給不足 甚至他們也會去做一些 好比像說看不懂地圖 可能視障的朋友 也可以透過對話機器人 或甚至語音的機器人的方式 來知道目前實際供需的狀況 所以說我們也是靠民間 開發出來這些分析工具 告訴我們說 哪些地方的藥局 應該要多配送一些 哪些可以少配送一點 可以說是這個供需的協調 是靠民間一起 創造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 大家都可以實際 到這樣子一個網站上面看到 我們成人的口罩 目前的供需比 就是大概有60%的庫存量 那今天已經是快要賣完了 所以表示 事實上供需是非常的協調的 那以小孩的來講 還有80%的可購買了 所以其實這回答第三個問題 就是有效的確保口罩的供應 不會出血感 沒錯 因為最怕的就是說 某些地方 比如說大城市 大家都買不到 某些偏鄉 他口罩太多 那怎麼做呢 就是透過這樣子 即時的去看 他每天會來買的人的那個數量 因為每次刷卡的時候 健保卡的時候 他在30秒之內 就會向所有人更新 所以大家都很相信這一套系統 你現在去藥局買了之後 你過個兩三分鐘 你看到那個地圖上 他的數字就減9 因為成人可以拿9片 每兩個星期 所以這個情況下 大家都很相信這個數字 所以當我們說 我們根據這個數字 做調控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相信這個調控的方法 而不會懷疑說 好像政府值特別照顧大城市的人 或是照顧偏鄉的人 那疫情的初期 政府防疫方面 遇到什麼樣的挑戰 又怎麼找到解決方案 這個可能就是從您設計的那個 對啊 其實我剛才已經講了 口罩0.0的時候 就是超商 但是不實名指的時候 的挑戰很簡單 就是兩點鐘進貨 半夜三點 大家就騎摩托車 全部都掃光了 所以是不公平的這個挑戰 到1.0的時候 主要的挑戰是 我們很多人上班上得很晚 那時候鑰匙都已經下班了 所以變成沒有辦法買得到 到2.0的時候 你可以在網路上面預購了 所以說這個上班時間長的人 也可以買得到了 但是呢 你還是得能夠使用你的手機 或者你的電腦 那如果你上班時間計長 而且呢 你對這個電子用品又不是那麼熟悉的話 你變成最弱勢的 所以到最後就是3.0的時候 這些比較好比像說移工朋友們 或者是說非常年紀長的長輩 就他連自己的名字的手機都沒有 而且他也沒有辦法去排隊的 這些朋友們 只要在經過超商的時候 稍微插個卡就可以預購 就最後把這塊缺口也補上 那民眾對政府推出的這些 防疫措施的反應如何 然後中間又做了哪些調整 就像我一開始說的 大家看到這個有問題的時候 並不是只是罵政府 而是自己就好像看到政府不足的地方 就拔刀相助 所以在0.0的時候 有吳章偉他自己做了超商的口罩地圖 我們拿了這個概念過來 變成實名值1.0之後 就有像是俊宏洪信吉 他就做了剛剛你看到那個儀錶板 告訴我們哪些地方的配送不足 等到我們把配送做到沒有問題 進入2.0網購的時候 又有很多朋友告訴我們說 這個網購呢 還是沒有辦法照顧到那些 就像剛剛講移工或者是老人家 所以像台北市的就是智慧城市辦公室 就去協調了健保署 做了口罩的實名制的販賣機 那我們也很感謝販賣機的團隊 因為是他們把這個機器 怎麼樣自動連到健保署的這條線路 把它測通了 所以我們在3.0 也就是超商插卡的時候 就是運用這些拔刀相助的朋友 應該是夜安科技 跟台北市的這個朋友們 設計了這樣子一套線路的方式 只是他們的點比較少 那我們是把它步到全部的 一萬一千多家超商 那你認為台灣社會 為什麼這次會防疫成功 我想大概三個原因 就是我們叫做 Fast, Fair and Fun 那Fast就是我們一下子就發現說 SARS又來了 所以這個所有人都總動員 那也是很感謝李文亮一時 當時的分享 他在網路上分享 之後隔一天 在台灣的PTT上面 就被大家注意到了 那所以就在當天 就是12月31號 我們就開始啟動因應的措施 1月1號就開始去對 武漢飛來台灣的朋友 去做健康上面的檢查 所以這件事情 讓我們都比別人 多了十幾天的反應時間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就像剛剛講的口罩地圖 以及其他的關於口罩的分配 確保大家都能夠很公平的 取用到口罩 所以我們一下子就建立出一個戴口罩 他不但保護自己 因為可以提醒你 不要任意的去摸口鼻 提醒你要好好洗手 但是他也保護別人 所以他先是保護自己 又保護別人這個文化 就確保說就算一個很大的地方 只有兩三個人戴口罩 他們都可以說服其他人 你要好好照顧身體 為什麼你不戴口罩呢 一下子所有人都戴起了口罩 所以我們的兒子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非常快速的下滑 就變成這個疾病 就幾乎沒有辦法傳染 因為我們九成的朋友 都已經戴上了口罩了 那第三個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每天的記者會 之後都會有衛福部的 一隻發言的狗 叫做總差 把它翻譯成狗狗的語言 那所以就算你沒有時間去聽 去看那個每個 就是每天下午兩點的 那一個記者會 就是我們所謂的 防疫五月天的這個記者會 那就算你沒有空去看他們 聽到一個小男孩說 他戴了粉紅口罩 不敢去上學 所以隔天所有人 都開始戴起粉紅口罩 的這些非常精彩的 這些段落 就算你沒有空看 那在每次記者會完之後 他會把記者會的重點 翻成可愛的狗狗的迷音 那這些迷音呢 就可以非常快速的 去傳播 包含說這個不要吃手熟啊 或者是說要記得這個洗手啊 或者是說社交距離 要用狗的這個距離來算呢 這些都是老少嫌疑 任何人都會很有效的去 轉傳他們 所以大家就不會是好像 只是聽從政府的指令 而是說知道他後面的這個 防疫的科學原因 而且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去想出 新的這個梗 我們叫做命 去就是讓所有人都可以去 響應好比上說洗手 保持社會距離 以及更重要的 就是大家戴口罩那個原因是什麼 大家都可以知道 回應這個問題 那你認為科技或是網絡 是否是未來人類 應對疾病危機的最大助力 我覺得最大助力還是以 就是呼吸道疾病而言 還是肥皂吧 沒有什麼這個技術比肥皂 跟酒精噴洗手液要來的有用 因為如果你沒有用肥皂 或酒精洗手 你只是用一般的就是擦擦手的話 其實戴口罩也沒什麼用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想這個肥皂還是最重要的 我不敢說任何數位技術比肥皂有用 但是在肥皂跟酒精的基礎上 我們可以公平的分配口罩 我們可以去確保每一個人都可以取得 關於最新的流行病學的知識 像我們的副總統陳建仁老師 他就已經錄了一系列的 那個線上的課程 告訴大家說 到底流行病學是怎麼回事 而且他還翻譯成很多的語言 那當然如果沒有數位科技 他開課的話 可能只有二十個兩百個人可以聽 但是他因為能夠這樣開課 一下就兩萬多人來聽 非常謙虛 可以可以 我們這問題差不多了 謝謝 謝謝